陆路交通局执法人员 昨天晚上在首都一带展开取缔行动 结果发现一名非法移民 没有合法证件和驾驶执照 却得以租借汽车 长途跋涉超过300公里 从槟城南下到吉隆坡 首要媒体集团记者询问得知 被捕的这名非法移民 二十来岁来自印尼 他表示租借汽车是为了 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处理公布 路交局执法主任 莫哈莫基菲里警告 路交局将会追查 为没有有效价值持照 和车险的外籍人士 提供租车服务的公司和车主 根据了解 路交局执法人员 在这场取缔行动 检查了21名外籍人士 一共逮捕7名非法移民 吉隆坡路交局局长 莫哈莫扎基 随后也在记者会上透露 当局检查了2500多辆汽车 一共发出416张罚单 其中又以司机 没有有效的驾照最多 一共144宗 莫哈莫扎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